港圈大老洪金宝如今有多寒酸 72岁寿宴被指没拍面 近日洪金宝迎来72岁生日 其二字洪天明也专门发照片庆生 也正是这些照片直接曝光了洪金宝有多寒酸 从照片中上可见 虽然洪金宝如今才72岁 头发都花白了 但身体硬朗 精神头还很好 而且这次大寿来的都是亲朋好友 场面十分的温馨 但有网友发现 洪金宝这次的寿宴与娱乐圈明星们的聚会 简直可以用天差地别来形容 因为现如今明星们每次聚会 都是各种纸醉金迷 但洪金宝的寿宴却选择在平价饭店 甚至就连吃的菜也是普通的家庭菜 不仅如此 就连桌面上的酒水也是普通人平常喝的牌子 甚至还有两块钱的矿泉水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有很多网友都觉得洪金宝如今落魄了 真的尴尬 还有的喊话称 这还没自己办得好呢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不然 当年洪金宝在采访时曾被问到 如果当年我对经济有一点点头脑的话 我现在当然不可能是李嘉诚 但可能是半个李嘉诚吧 面对着这个问题 洪金宝先是一笑随后表示 我还是洪金宝 不过我可以买一条街 或者不懂 你说不懂真的不懂 这可能跟时代有关系 就如今这一代的演员或者导演 他有团队 在这个环境下他有那种经济头脑 那个年代的人不可能懂这些的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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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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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